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女大生本月2日在DCARDPO文指出,同为大学生的闺蜜男友打算前往泰国毕业旅行,因此和两位闺蜜聊到能不能接受男友洗泰国浴,不料两人都同意自己的男友做半套。 女大生在DCARDPO文表示,其中一位闺蜜的男友要前往泰国毕业旅行,不料她却对自己男友洗泰国浴持开放态度,理由是如果自己是男生也会想要出国尝鲜体验不同的事物,但前提是不能够做圈套,我不能接受她捅别人再回来捅我。 女大生提到,另一位闺蜜也可接受自己的男友洗泰国浴作半套,原因在于男方能够出国玩一玩,另方面说不定她能回来跟我分享怎样用比较舒服,我就可以学着帮她用。 该位闺蜜不能接受做圈套,则是因为怕她玩过会觉得我是死鱼。 该名女大生相当惊讶自己的闺蜜如此开放,许多女性大学生网友窒息此事后也都感到相当不可思议。 相继留言指出,无法想象我要看着别的女生用赤裸的胸部帮我男朋友洗澡,我绝对无法接受,不能接受。 觉得被背叛偷偷偷去被我发现就分手咯。 强情请献凌杰。 D.C.A.R.D.朋友让闪光去办套泰国浴。